你可以没有爱情 但是不能没有音乐 7月23日给你哈音乐 距离2012的立委大选不到100天的时间了 台北第一选区北投天母 民进党派出了刺客杨烈 来出战国民党的老将丁守中 而民进党看好杨烈的好心象和知名度 凭着他金钟歌王的光环 在造势的场合好像在开演唱会 还找了许多艺人表演助阵 的确成功的吸引到了选民的注意力 不过歌迷能够转换变成选票吗 恐怕将会是胜负的关键 艺人台上大念Rap 台下阿贝跟着节奏点头 首舞足蹈 这可不是嘻哈演唱会 是杨烈的参选立委造势大会 人就是我的信仰 青光闪闪是杨烈的出身 挑战最陌生的政治圈 他用最熟悉的招式打新的天下 判演唱会的效果反而很好 因为判演唱会大家不管想不想听政见 最少他会出来听听歌 很多人小时候就听过杨烈的歌啦 很多人是杨烈的戏迷啊 杨烈只要去把他一切可能的他的听众 他的观众如何去把他转换成选票 其实要投给杨烈一票 对一般没有投过票的民众来讲 不困难 只要把那一些喜欢他的人 转化成支持度的话 转化成选票 我相信杨烈他会胜出 杨烈知名度高 人气面环头 这次被绿营征召召当刺客选立委 在台北市第一选区北投贴母 对上的是当过六届立委的 国民党老将丁守中 毕竟在立法院是一个 法案啊政策啊 要深思熟虑国家未来的这个事情 即使我是台大的教授 是政治学的博士啊 可是我不懂的地方都还有很多 我每天看法案 都要看到晚上一两点钟啊 那何况不同的生活方式 形态的人进到这个立法院 影视界大概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这个表现 从过去的例子就看得很清楚 我是觉得话不能这样讲啊 演艺圈其实每一个人 在演艺圈服务的时候 他只要有超过一个年线 其实他们服务的那个精神 服务的那个坚持的那个心 其实比一般人还来坚强的多 我觉得以这种精神 来作为这个民众的服务 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基础 上一届立委选举 丁守中以九万四千六百九十次票 大赢民进党的高建制三万多票 杨烈想要扳倒政坛老手 真的很拼 五十九岁的杨烈 在天母住了三十五年 成了自己也是在地人 选举看板上的标语 一生玄命 曾经罹患大肠癌的杨烈试图闯过 另一个大难关 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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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那条坡 差不多四名起一段 我希望说 出一半的四名 来给大家祝会好吗 好 语言激情身段不用重新练习 这是杨烈的优势 但要如何转化成选举动能 如果能够 把自己放在你左右 招牌歌 如果能够 杨烈唱过千百回合 这回期待 如果能够唱进国会 金钟歌王 再写戏剧化人生 把自己放在你 好 好